身体都要放下 不是真的 常常想到科学家告诉我们 人身体 什么东西组成的 细胞组成的 外面的身体 里面五脏六腑 统统是细胞组成的 多少个细胞 科学家告诉我们 六十兆 人体细胞的总数 倒是六十兆 细胞种类不一样 有圆形的 有方形的 有三角形的 不一样 组成我们的 五脏六腑 不像多 但是统统是细胞 又这么多 细胞形成代谢 寿命短的 十几二十个小时 这个细胞就老死了 新细胞取而代之 新陈代谢 一般细胞的寿命 大概都是几个月 到 年三年 这是最多的 极少数的 脑神经细胞 大概可以 成合 一般 脑神经的细胞 不多 深陈代谢 一天 二十四小时 深陈代谢 都有多少 多少老细胞 死掉了 排泄出去了 我们饮食 吃的东西进去 变成新的细胞 取而代之 每一天 七千 一 不十万 七千亿个 细胞 新陈代谢 所以说 这身体哪里是自己 每一天 新陈代谢 这换细胞 要换七千亿 找不到自己 不是自己 一定要把这个 自己的假象 假象的真相 认识清楚 为什么 我们就不执着它了 不执着 回归自然 自然是最健康的 也有执着 执着就是 一切法 重新向生 你有执着 你爱这个身体 你喜欢 青春 永住 那怎么办呢 去美容 美容 窥窟 吃大了 那是假的 那不是自然的 副作用的 副作用很大 到病发的时候 后悔 磨叽了 一切顺其自然 是最健康的 亲近心 是最好的美容 心地亲近 心地亲近 心地善良 心地慈悲 向随心转 你想这个道理 向随我心转 去心要善良 心要亲近 心要平等 心地慈悲 这是养生之道 不需要用医药 不要从外面 失去 请不吝点赞